大家好 我是OK仔 早前幾天 大家聽完吳仔說的香港新聞 電費加 嘩 心情已經沉下來了 想不到這個加價潮 簡直一浪接一浪 嚇死你 剛剛我跟吳仔聊天 他說 什麼?你再說一次是不是真的? 剛剛加完沒了 又加 說些什麼? 的士 現在又說加 連同巴士打算加 連停車場也說加 還有什麼?還未加的 真的要唱一首歌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那時候 79年有首歌 許冠傑那首 加價熱潮 唐又加 鹽又加 經常這麼加 喝他說其實無他 住人屋遇下 他肯收買路前那兩宅 買他怕 買他怕 總之要加就加 總之慣啦 哈哈 真的拍手掌 請大家給個讚支持 記得訂閱頻道 更加記得按鈴鐺 每天九條片 每一小時就有新的資訊帶給大家 另外跟大家拆開一點話題 因為收到有網友說 真的看不到你們的影片 在YouTube找來找去也看不到你們的新影片 麻煩有些老友記 你試試在搜尋上找回吳仔 按進頻道裡面的影片 你就會看到有新的影片出來了 有時候Youtube 不知道為什麼 他真的不推這些影片 多謝大家 麻煩大家 多謝大家 但是這次真的沒得多謝 剛才唱完這首 加價熱潮之後 忘記了 但是我一聽到加價消息 突然間這首歌標出來了 想不到的士竟然叫加價 不是吧 但是加完無奈 所以15歳這麼大反應 哈哈 WhatsApp 搞錯啊 又加 不是啊 情況是怎樣 現在跟大家看 報紙說收費標 都好像還沒改完 還沒改完 不用改了 不要浪費這些錢 你找人改標都好像要錢 現在首先一說起的士 大家可能會說 嘩 不是吧 不用這麼狼死 為什麼呢 的士在今年7月17日 才剛好獲批准加價 落標收費加3元 估不到4個月之後 現在又說想上條收費 香港的士小巴總商會理事長周國強 向傳媒透露 他說會約見運輸署 再提加價申請 之前那個就加3元 現在呢 他們說初步建議落標加6元 嘩 不是吧 我頭都痛了 暈倒了 這麼快加 原來他們考慮了 跟市民有關 就怕一次過加這麼厲害 對財政有大負擔 所以就分開兩年 每年加3元 他形容業界 其實也很心痛 很無奈 但是7月加幅之後 仍然覺得的士收費 是滯後於通脹 追不上通脹 你就會加 香港人工不加 現在的銀紙貶值 怎麼辦 沒得怎麼辦 剛才聽完了 你說要加就加 總之都習慣了 哈哈 一首歌就已經導出了別人的心聲 而的士車行 車主協會榮譽會長吳昆成就說到 現在的士司機每個月郵費 3,000元 政府取消燃油補貼 令到熱價難做 認同有迫切需要加價 更加建議跳標收費 由2號 跳到3號 其實現在將成本轉價給消費者 有人就覺得是很合理的 如果你做生意的角度來說 其實明白的 這個道理是 所有的成本 所有的支出等同 你出來打工 老闆加人工給你 他將那個人工提升了 他附帶的東西 就是work load 甚至乎其他的責任 你去這些叫做雙負雙城的 看看 但是市民 我們做市民 不是吧 八上加筋 那的士人就覺得 欸 窮都不會搭的士的 是有錢人才搭的士的 就是中產 加那3元 8元 對他們不會爭很遠的 但是現在大家都叫苦連天 無論什麼階層都好 每個人都有機會 仰手截的士 尤其是出入不方便的老人家 他們有家人 雖然有些人在綁住他 但是對他們經常要 乘的士來回的貧費 是非常昂貴的 這次看到是因為燃油的問題 這是全球的問題 很多月前 已經印度神童預言那些 國際新聞 當烏鵝之戰爆發 所有能源立刻不夠用 就可以看到 只不過人家在歐洲那邊 就比較快點看到 因為他們直接輸出 我們又靠國家 又有核電廠 在電費那部分 都已經被人罵爆了 哇 你這樣加了 很多議員出來 炮溫 一會兒再說 現在好像變成用者自負的原則 那個道理 燃油價格雕升 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從而加重市民的負擔 尤其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 覺得很詐異 為何會這樣 你說完的士這一部分 真是尷尬在於 連停車場又加 大家是不是吃著個勢 舉手了 好像員工一樣 跳草裙舞 間公間公 要不要這麼詐 哇 真是成勢 巴士那一部分又加 那的士又怎會去撿輸呢 其實如果你說 私家車的停車場 又加價 那會不會導致到 有其他東西都會受影響呢 都會有關的 為甚麼 大家想想一個問題 除了的士之外 運輸成本上漲 運輸成本的壓力大增 我們香港物流業這麼厲害 有很多不同的形式的車 例如5.5 合貨車 他們這些都要放在停車場 他們是不是丟街 當然有 我也知道 但是停車場這些又加的時候 所有成本 又不是要轉介到消費者身上 但是 又是說 我不網購的 關甚麼事 你遠的 你可能接觸不到 我們隔幾重沙的 你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你想想 這些運輸成本上漲 到時候 你在超級市場買的東西 會不會更便宜 這件事 是想得到 你買那瓶水 買那瓶罐飲 除了 那個舖租 人工開支 背後 其實還有一班人是養住的 如果你說大型公司 他每一分每一毫 不是說 日日為你賺到盡 不是賺到你盡 他都有開支 他的開支成本 一定會計算下去 這次防委會停車場 就說明年會加價 私家車日拍上條5元 即是加5元 不是 我們看看 究竟防委會的停車場收費 現在是怎樣 根據報紙這樣寫 防委會通過將會在明年1月1日起 輕微上條 防委會核下停車場收費 私家車 輕型貨車 大型巴士 露天 及有蓋 車位月租 分別上條 有100元 到82元 電單車 露天位 及有蓋停車場 月租收費 分別上條 20 到30元 而時租方面 所有地區的私家車 輕型貨車 電單車 泊位 時租上條1元 私家車 日泊 及一日泊 即是24小時泊 就會上條5元 有人說 防委會的公屋那些 公屋那些 不是太貴的 這是一個標準 另一個標準 就是因為你知道 現在很多公屋 都已經轉成了 給其他領展 領展之後 就有很多私人的停車場 公司 或者進駐在不同場地 很多私樓的停車場 都會比較一下 跟公屋 或者現在公屋領展的收費 差多遠 你當然會說 你住私樓的 你不會拍公屋的 舉例 你試試8000元月租 和3000元月租 在旁邊街 一街之隔對面 你也想辦法 會不會租到對面3000 怕什麼 都是停車場 有遮掩 差5000 老虎也拍過對面 還戒懷究竟是公屋還是私樓 大家明白到 其實他們會有一個市場標準 互相調節 今次調整 雖然私家車 剛才說的有蓋位 我們不說爛地 露天位 有蓋就1760元 去到3010元 我當你3000計 其實現在外面都是說這些價格 起碼起床私人牆 所以他們會做一個標準 即是接下來香港 我估計很多停車場都會加價 這次防委會 他提到為何要調整 因為其實他覺得 現在就算他們這樣上調 跟其他停車場比較 收費範圍都是屬於比較低 配合了政府的措施 小組委員會就會拿去審批 防委會 現時向核核核資格的非住宅租戶 提供75%租金分娩 現場6個月到明年6月 相信 商用車月租的租會 都可以提供協助 但是防委會的車位也不是很多 只剩下30萬多 所以真是關注浪頭 巴士那一部分 更加看到巴士也說加價 天升小輪也說 算了 天升小輪也說 你始終客流不是那麼高 但是經常都說 平時沒有什麼人 不是說很多人搭 按比例巴士地鐵 但是路面上有什麼冬瓜豆腐 就靠他 他也要捱著 所以我覺得 給他加價吧 電燈公司電力公司不用說了 巴士營運商和的士都一起加 其實除了電車有沒有叫 不知道 我們看看巴士現在又說了 其實巴士也好 的士也好 其實都是用一個原因 因為燃油價格的問題 再加上新冠疫情 載客量大跌 所以他們要用申請加價來填裂 但是運輸署就表明 沒有延長公共交通營辦商的燃油補貼 所以預計得到 就是你接下來的燃油全球 它繼續飙升香港 很多東西都是繼續繼續 這樣去加價 有立法會人就罵爆 你不延長補貼 你要市民埋單 這個壓力非常之誇張 說到這五間巴士 九巴龍運 新巴城巴大嶼山巴士 其中巴...這個... 大嶼山巴士 就說會加價一成 而九巴龍運 少於一成 哇...你真是...你都不惹小 你不要以為一成都很少錢 對於日日上班的朋友們 打工仔來說都是非常之傷 人工又沒有加 其實對上一次在四月... 上年四月就批准加價5.8%的九巴 而城巴和新巴就加價12% 大嶼山巴士就加了9.8% 但是你看到它加價之後都未能夠轉虧為形 九巴今年上半年 除稅後 虧蝕1.4億 按年低增3倍 龍運上半年除稅後就蝕了2540萬 新巴成班今年二月 他們預計公司每個月起碼 會比起第五波疫情前大增六成 去到6千萬 大嶼山巴士就更加蝕水蝕到... 也有1830多萬 現在由於載客量問題 皮肺又要貴 又要養著這麼多司機大哥 沒辦法了 又要嫁 香港人... 真是... 頭都很痛 嗯... 自己的人工又未加的情況下 恐怕真的要節衣縮食 之前說過電費的問題 現在很多人出來罵爆了 更加有劏房戶出聲 我看前幾天有新聞有說 有些劏房業主 率先加價先 未加價,但是先加定 真是恐怖了 為什麼要搞成這樣呢? 很多劏房戶就說沒有了 看來都是要節衣縮食了 我看到有些團體訪問 這些劏房戶說得很悲哀 看看情況到底是怎樣呢 有葵聰劏房居民大聯盟的成員說 就算現在劏房實施租金管制 但是 猜在股價處執法不力 劏房攬收電費問題依然嚴重 更加憂慮 兩電加價之後 業主會直接將加價轉價給住戶 等同我剛才說的道理 用者置庫 的士又是 將成本貴下去 然後轉價內消費者身上 你住劏房那些 其實有些人覺得劏房是最穩困的 某程度上 這樣是標準的嗎? 他們那隻標 他說幾度就幾度 你說不是啊 有管制有成的 但是剛才有人說了 這位成員更加說到 中電的全心全電電費資助計劃 接下來就會縮起了 看看中電那邊會不會可以幫助基層市民 更加有住在劏房的女士 就向記者投訴 就說攬收電費 她收住三個女士 她現在住在葵聰110呎的劏房單位 業主每道電收她過半 比起中電收費高了10% 她所以很擔心中電加價之後 業主會將她的家福 完全送給她 到時候收你每道電過百 哇 恐怖 我聽到他們說他們住劏房很扯電 其實我覺得是很誇張 我幸運的時候我真的住得很便宜 100元一個月 她說她也不收我多 100元一個月 夏天也是這樣 冬天也是這樣 這位張女士就每個月月入約11000元左右 租金已經佔了一半了 她說她現在每個月的電費支出700元 不用考慮了 如果你計算過百 她真的想想想想想 所以她更加憂慮 加價之後 她每個月只是電費 都去到1000元 生活成本 每樣加點加點 搭車又加點 不需要節衣縮食 所以你為什麼要明白到外國那些 很多工會 或者很多人出來 現在就在那裡示威 甚至乎說罷工 外國那些 說著 他們那個電費 燃油的費用 加得很厲害 比起我們香港 當然是誇張 他們又遇到一個問題 人工追不上那個通脹 變相又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變相減薪 你怎麼生活 可能之前那份量 還可以叫做撐得住 但是現在就已經叫撐不住 那真是沒辦法 只能夠節衣縮食 唉 節得多少 更加就著早前兩電收加價 很多議員出來炮轟 唉 我們看看究竟有什麼議員出來炮轟 其中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港島東議員梁禧 他說 中電廣燈大幅加電費 中電二年加價大概19.8% 廣燈更加誇張 升至45.6% 嘩 這個加幅簡直是震驚全港 百多萬居民 即是港島那邊 梁禧說政府對這個加幅的表述 有取巧誤導之嫌 因為原來環境局那邊 在立法會 講述中電和廣燈加幅的時候 只是說中電加幅大概6.4% 廣燈加價5.5% 報紙一開始 大家都跟著這個數 誰不知原來魔鬼在細節 這個百分比其實是明年和今年十一月 明年一月和今年十一月相比起的加幅 不是說之前按年比較 明明是明年加的 跟去年同一個月份 那時候 在說多少錢 比較上就有差距了 所以梁禧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上追問 明明文件都是按年比較 為什麼你突然用了十一月現在這個月份 跟明年一月相比 問一下政府的說法 環境生態局副秘書長吳光美尼回答 他說這個簡報中提及 廣燈電費按年加幅是45.6% 而中電是19.8% 突然之間又說這條數出來 如果按年去算就嚇到人了 所以 劉法會議員就說 你這樣是擺明去誤道 會不會有少少偷緣概念呢 他就覺得 香港市民是要知道實際的加幅 而不是在這樣取巧 政府是要實實在在 告訴別人 你現在50%也好 10%也好 除了梁禧之外 李慧琼也出聲 李慧琼是否支持呢 他說 加電費 我相信加什麼費 市民都無奈接受 郭偉強更加質疑 兩電賺到盡 這些都是麻煩的 不用再重複了 究竟加多少 大家聽完都心驚膽跳 立法會議員李慧琼就認為 你看看實質數字 真是嚇壞人 那怎麼辦呢 又是那首歌 你就教我 還知道習慣了 李慧琼在電台節目上表示 暫時沒有辦法 可以令到這兩家電力公司 承擔部分燃料價格上升 因為根據協議 兩電是可以全數轉嫁給融戶 現在只不過是延遲轉嫁的 除了市民之外 你想到 我之前看電視也是 那些酒樓老闆就說 這樣價 一個月多花5萬 電費 一說加電費就知道代表通脹了 然後什麼都加的了 殺到你了 不加電費那年就沒有了 那通縮 這樣 除了市民生苦之外 我相信做飲食業 做一些各行各業也好 我相信他們的疲費越來越嚴重了 李慧琼補充 在兩電回報率8%的利潤協議下 去到2033年到期 會不會在中期檢討大幅更改條款 就要看看合約內容 更加李慧琼希望政府能夠合情合理 和兩電或者機制上 體現了一個合理性 可能他也覺得肥費很大 不要說他們也是有份用電的人 工聯會議員郭偉強更加表示 這樣加雖然我也會受到國際能源影響 但是利潤可以給你賺8% 究竟你是不是真的每次要賺到8% 香港的電 靠你這兩間的 作為一間社會的企業 角度出發 是不是應該要享受一下 共度艱難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 這件事不知道了 更加說起這些加價問題 有人就很關心 接下來我們那個 明年的財政預算案 會不會再去 派消費券呢 之前我們波叔在電台回應過一次 他會發表諮詢報告 問問問一些人 近期 又問他 有記者問他 可能見一些加價的 自己的記者也很痛 波叔又有回應了 看看波叔最新回應 關於消費券那一部分 是說什麼 因為我們的波叔陳茂波才爺 在電視節目表示 他說香港第四季經濟 會繼續錄得負增長 在地價和印花稅 這些收入減少下 相信政府的赤字 會繼續 和之前預計 是說超過一千億 但是不會多過2021年的 超過2300億 大幅減少 但是超過一千億 和這個2300億 中間的數字都很驚人 對於消費券那一部分 波叔又如何回應呢 波叔就說 究竟再推不推消費券出來 現在是言之上早 要視乎政府承擔能力 和經濟環境 由於目前失業率 已經跌至3.8% 將不會推出保就業計劃 哇 真是靠你啊 大佬政府 對嗎 真的很多各行各業都還在釣鹽水 經常都說 好像這些所謂的保就業計劃 出了之後一定救到 你看到很多業界都說 其實這些 杯水貼起來 甚至乎 你之前說延遲交租 暫緩 都是打點滴 掉鹽水 現在那種傷口都還沒有復原 你不推出保就業 你現在雖然跌到3.8% 你不難保 今年聖誕 連同農曆新年的檔期 一過之後 很多又出現一個倒閉 如果經濟還未完全復甦 因為你看到內地的疫情又這麼嚴峻 看來都要捱到聖誕前 我估計 看起碼都12月了 應該先有望調整下來 大家快點完結了 可以完全復甦 如果不是 看來2023年第一季都 頭都大了 如果走這個形勢下去 波叔可能真的要派消費犬才行 怎麼也好 這次跟大家說完這麼多加價的東西 真是頭都大了 最慘就是自己人工沒有加 那怎麼辦呢 沒得怎麼辦 努力做吧 香港人 好就是這樣 拜拜